接下来我来讲一下后场的过渡球的练习 过渡球的练习应该说在训练当中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很多球处于不是主动也不是被动的时候 也就是说过渡球 这个球处理好了 也就是说可以为下一派的进攻争取主动 过渡球可以通过一番队员站在后场的两底线 两边的过渡往前过渡对角结合起来 来训练两底线的过渡球 过渡球的练习 当自己处于被动的处境时 以过渡球过渡从而达到变被动为主动的目的 训练时可以两人对练 也可以用多球的方式反复练习 资金松少数